哈囉 各位各位老白關係 那麼前連年董事長曹新成呢 今天是第八度來到桃園 進行相關的這個公益講座活動 今天呢更是他與 桃園市長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 鄭運鵬的第三度合體同台 不過呢雖然看到了鄭運鵬 他也特別強調說 這個126這天他一定會當選勝出 不過呢面對近期 包含像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以及民眾黨的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兩個人呢紛紛因為這個矽骨經驗 以及另外就是說上市這個論文抄襲 還有這個就是陸主已廢爭議 很多事情都說不清楚的狀況之下 這個極具爭議的事件 也讓曹新成是有感而發 更對這兩個人做出評價 現在聽一下曹新成怎麼說 講話的問題啊 不是中資不中資 或者是紅不紅的問題 是他沒有誠信的問題 不老實 是吧 你講你矽骨經驗 可是人家問你矽骨經驗到底是什麼 你不講 不老實 這是問題 你講你做中資做也沒問題啊 可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你當時矽骨經驗的時候 你騙老百姓 你說我要幫新創公司去發展 你做的業務跟新創公司毫無關聯 這個是不誠實的問題 是個誠心的問題 你愛做什麼替中共去募資 那你的事情 只要沒有違法 只要不違法 OK 可是問題是你為什麼隱瞞 你怕什麼 那你怎麼看高雲安從助理費真理 一直到他之前還刻意露他那個傷口那些的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不是有點刻意在炒作新聞 這個新竹選民自有公斷 那您能接受高雲安這樣的動作嗎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 我 我們現在台灣啊 很多人喜歡炫耀的學歷 好像是博士或什麼 可是呢 很多人書讀了很多 可是他沒有邏輯 邏輯是什麼意思 就是知道正確的因果關係 這叫邏輯 比方說講完說 人家說你論文抄襲 他就講我沒有抄襲就好 你說我學歷很好 學歷好不好 跟抄襲不抄襲 沒有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我家裡很有錢 我可能還會去偷錢啊 是不是 所以從 高雲安這個辯解代表說 雖然他也許念很多書 他邏輯是不及格的 所以可是我們做事情 要做得對 邏輯非常重要 因為你因果關係搞不清楚 你怎麼去解決問題呢 今天曹林總統董事長 其實也在台上 也特別呼籲了說 其實這一次的選戰 其實是非常的關鍵 甚至是重要的 因為說如果這一次的 這個堅守台灣價值的政黨 是沒有辦法勝出的話 遲早有一天 台灣是有可能被併吞的 另外他也強調說 這一次的選戰 絕對票不能投給國民黨 因為呢 國民黨分明就是中國的同路人 那麥美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團隊主國喔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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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